我要音乐啊 在这个视频里 我搜罗了一堆音乐网站 由免费到好贵 由适玩到专业级我都会介绍一下 如果你在YouTube看这条影片 所有今次讲的网站 都会在下面的description 你可能见到这条影片那么长 你已经没耐性想看下去 我建议你就看这条影片 因为这条影片专门介绍了一个网站 是我觉得 在这么多音乐网站里面 最能解决我的需要 低成本 高效能 高质素 省时间 没得输的这个网站 如果你是有耐性的小朋友 看下去 好了我们由免费的开始讲 大部分人拍片应该都是放在YouTube Facebook这两大平台 而这两个平台本身都有个音乐资源库 给大家download音乐用 先讲一下Facebook Facebook进入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和 待会会讲的所有平台都会很似的 都可以选择genres 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 mood 还有不同的长度 这个就有得选择 究竟你个人声 有没有人声 还有是什么人声 例如我想 拍圣诞片 选holiday 就会有圣诞片 圣诞歌 例如这首 你一听都知道是圣诞歌 还有很多其他 种类型 大家慢慢试 但有件事要注意 看着 这个就是soundcollection terms 这个条文 我开含了这句的意思 这里的音乐全部的内容 都是整理 给你在Facebook上用 如果你放在youtube或者其他的地方 他会有没有 法律行动 会不会说你侵权 还是怎样 我就不知道 我没见过 也都没试过 但是呢 我也希望 说一说给大家听 让大家知道 是有风险的 下一个 就是youtube youtube那个就很简单 你进去 Login了你的Creator Studio 之后 下方就有一个Audio Library 在这个Library里面 你看到那些都是一样的 Genre Mood 这个有多一样 给你选择有什么乐乐器 有什么长度 但有一样不同的就是这个Attribution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是Not Required Attribution Not Required的这种 你按下去 他这里就会写着 Free to use this song and monetize video 就是说很简单 你就用了它 在你的影片里面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用做了 你就这样用 但是如果你是选 Attribution Required的那些 有些音乐系 你就会 需要做这个 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当你是选中 Attribution Required的歌曲 它是需要你 去写一段文字 给原创者 譬如这一首是由 Incompeted.com 我稍后会讲的 你要给一个credit 他就说给人听这首歌是从这里来的 没问题啦 你只要做了这件事 你就没事 他会不会有像Facebook那样的问题呢 根据这一篇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你看这里 any youtube creator blablabla for any creative purpose 就是说 not just youtube 你不只是在youtube上 才可以用到他的音乐 我觉得 真是youtube多大方 但都记住看清楚 你在这里找的音乐 到底是 适不适合你 首先 第一 第二你就是要看一下 Attribution 就是这个 给credit那里 是需要不需要 希望大家用得着 下一个 又是免费的平台 叫做fma 就是free music archive 我很久以前已经知道这个网站 你看它的设计 还是很古老 你按进来这个curator下面有个music for video 你就可以在这里找视频 这里好像有很多东西 要看 很多选项 你不用怕 首先你选择genre 就好像刚才那样 平台一样都是选择genre 这里 譬如我想选hip hop Hip hop Hip hop 再加 Jazz 看看有没有 OK 譬如你的YouTube channel已经有少少成绩 可以下广告 你就记住要选择 Allows for Commercial Purpose 不然他可能会觉得 你这条影片拿来赚钱 我不肯 他就可能会骂你是侵权 这些细节都要小心点 然后我选择完这些 例如我Only Instrumental 只是音乐没有人声的也可以 Go 听一下这些是什么 质素是挺好的 而且这个 平台已经存在了很久 所以 质素是OK的 但始终有个问题 因为始终是免费的 所以他不是非常之简单 找音乐 你还是要慢慢续听 跟其他平台都一样 下一个说的又是一个非常之 已经存在很久的 这个就叫 Incompeted.com 这个可能是我拍片这么久以来 认识了最久的 网站 它上面是 我估计它全部都是同一个人去作的歌 这里你可以进入Royalty Free Music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全搜索 然后你就可以 用不同的feel 不同的节奏 不同的genre 和不同的长度 去找音乐 很简单的 你这样找完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下载了 直接在这里 下载了 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下载了这个uncompressed version 记住 他们 这些创作者是很值得我们去付资金人 千万不要像那些 Facebook上面那些 人 抄了人家的视频 然后又不付资金人 这些就是不太好的风气 所以记住 这里它给了一段文字 你不需要做什么 很简单的copy 放在这个description那里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网的确是有很多都挺好的 我用这个免费的平台都用了好几年 用了很久才开始用我现在 喜欢用的那些付钱 下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 为什么我介绍呢 不是因为我用过 不是因为我喜欢 是因为我发觉这一类 的平台是特别多的 就是它是免费的 你说可以下载 可以下载 但其实它又可以选 去付钱买的 你就会想 为什么有得免费 都要付钱买呢 比如这个是Creative Commons的 License 这个是Pro license 这个 你肯付钱的话 肯定是 可以做到多些东西 例如你可能可以 将这条片卖给人 卖给人的意思是 你譬如是帮人拍摄的 你做wedding 做event 做 一些 商业企业那些 这样的片 都可以用得他的音乐 这一类网 其实网上也不少 但是 因为这些网 是 它有很多 条文 我鼓励大家 虽然有很多是英文 但都要看清楚 千万不要搞错 我的选择我怕麻烦 所以我直接不用 但是如果当大家用的时候 都要记得看清楚 希望大家用的音乐可以用得安全 不要那么容易 中招 下一个就是 超多人说的 就是这个No Copyright Sound NCS 你在YouTube上看其他YouTuber讲 基本上每个都会讲这个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这个YouTube频道 有很多subscriber 你进到它的频道的时候 就像平时的频道那样 有很多视频 你就看到有超多视频 它又没有帮你分类 又不会给你听 它是什么类型 什么乐器 什么都没有 但它有很多选择 而且全部都免费 你进到任何一条音乐 即是任何一条影片 你在描述里面 就会看到这个 Free Download Stream 这个 这一栏 你按下去 就会出了这个 这样的画面 OK 在那么多个不同的按键里面 就只有一个 Free Download 这个才是真正你会 download了音乐的file 你用了那个档案 就可以拉进去你的 剪接的软件 你就用得了 其他这些 就会把你订了去 不同的App 听这首歌 就用不了 那你就不用按那么多了 我教你 按这个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选择呢 就是 NCS 还有一个Soundcloud 在上面就容易听 而且有得看这些Soundwave 又可以留留言 如果你本身有对音乐 有兴趣有研究 其实你都不会对Soundcloud陌生 你在这里就可以很容易找到 它的音乐 但始终也是那句 NCS 它没有一个好系统的方式 给你找音乐 所以 是会花很多时间 才去找一条正确的音乐 还有上面有很多都是 电子的 好像 Party 类型 那种 EDM的音乐 我就 不太喜欢 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还有 我很怕麻烦 我不喜欢在这里 不断找 所以呢 我就不用 还有什么 其他选择呢 接下来说 就是一些要收费的平台 再讲解一下 第1个就是 Song Freedom 我相信大家都常常会有一些歌是流行曲来的 即是一些主流的 音乐人去创作的那些音乐 可能你都想用 Song Freedom就帮到你了 Song Freedom 不是一个便宜的平台 千万不要误会 它不是便宜 更加不可能是免费的 因为这个Song Freedom的意思就是说 让主流的音乐 可以有freedom 来出来 给人用 OK 它是一个月费要成60元 但是一给就要给年费 即是720元 美金 的一个平台 有什么人合用呢 就是一些 出去拍片 去赚钱的人 因为有很多project 其实可能 因为内容的缘故 或者客人的需求的缘故 他们真的想要一些 流行的音乐 OK 这个网站就很帮助了 这个网站已经做了不短时间 所以其实是很可靠的 你按进去Songs 例如 它是怎样主流法 例如Maroon 5 都是有的 OK 是很神奇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做到 但当然你看到这里只有几瘦 就不是全部的 所以呢 如果当你要收费 去帮人去做 去帮人拍片 帮人做project 而别人又想要一些流行曲的话 我觉得你不妨在这里试试找 如果 你做开这一类要需要用流行曲的project 我觉得Song Freedom 应该都是 我想是唯一选择 分分钟 或者你是不喜欢用流行曲 像我那样 另一个选择就很适合你 这个叫做MusicBad 应该是行内 最流行最多人用的一个音乐平台 为什么那么多人用呢 因为首先它的音乐是 很有质素 很好听 而且你看到 你拉到下面这里 其实很多大公司都用它 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大概看一下 Browse 你去里面看 它每一首歌 首先它有个这样的Soundwave 给你看已经是非常方便 在播 OK 你又可以在这里选择要播边缝 是非常方便 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它Lycense的部分 譬如如果最基本 你好像我以前做很多Wedding 你在Lycense的部分选择Wedding 然后Wedding通常都用一次 音乐 你是oneuse 一条音乐 $49美金 OK 它还可以有个选择 就是你 将它加入了你的 购物车之后 其实是可以给你选择 如果那首歌是有人唱的 你要不要那个 没有人唱的版本 它会折给你的 有个减价 整个package 好像是大概$79 就可以买了有人唱和没有人唱 你剪接的时候 将有人唱和没有人唱的版本放在一起 然后一有人说话就跳去没有人唱的版本 一没有人说话的时候 你就跳上去有人唱 这样 弄下去其实是好听很多的 好听过你整首歌都有人唱 你一有人说话的时候 就 会很阻碍 不好听 总之这个是非常适合一些专业製作的人 还有 这里有那么多种不同的Lycense 其实是很夸张的 你看一下如果比如说business 类型的 一些企业类型 例如只是放在Facebook OK 只是放在web streaming 例如我公司有10个人 我这条影片是不是会付钱去promote的呢 YES 例如我用1000元以内 这首歌 是要$299 这里的音乐没错是非常高质 但是 同时它也是不便宜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 有很多大公司用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那个钱 如果你是收钱做project的 我非常建议你是不是都上了music bag 我觉得他们的音乐真的很棒 OK 我以前也经常用 直到我认识了 最后会讲的 OK 就继续讲讲 这个就是Noisely Noisely 其实基本上是和music bag一样的 根本是抄抄它 它里面的人走出来 另开 甚至可能是同一家公司 我不知道 这个Noisely有点很特别的东西 其实它很多音乐都和music bag的质量 完全有得比 唯独它的界面比较没有music bag 那么帅 例如这个Landon Austin 就是我以前曾经都很喜欢用的一个音乐人 有几个不同的婚礼我都用它的音乐 我是因为在music bag上找不到它 然后上网找到原来它过了 而这个Noisely 它因为是比较新的一个平台 所以其实是 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如果你music bag找不到你合用的 你可以来Noise或者调转都可以的 它们的形式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一样的 刚才说的全部平台我基本上都不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用这个artlist.io 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 你就按上面那条link就可以看到了 OK 我们先说到这里 在网上的音乐有无限的选择 但大家的时间都很有限 所以找得对的 可靠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拍片不是纯粹玩的 而是你真的想认真去做制作 认真去做一个YouTuber 做网络内容 或者你是创业的 你去想学展你的事业 我觉得买一些有质素的音乐 是非常值得考虑的投资 不知你又用开什么音乐平台 刘贵言一起分享讨论 或者加入拍片俱乐部 是好的group 我是Ocean 和大家一起轻松学拍片 下次见 拜拜 喂 给点音乐啊 喂 喂